加油 常警徒 年初才拍新廣告 请来大明星萧敬腾 搞笑跳舞演出 年年开发新产品 还要做机器人 但今年布景器 也让华硕寓作打算 据传华硕执行长沈正来 上周发内部信件 要求各个单位 减少出差人次 每上拆旅加强劫费 目标年省30% 达标将省下3亿元 我们认为在今年的 这个经济不明朗的状况 用比较小心深深的态度来做管理 应该是比较遲到的 不只是华硕 联发科先前也传出员工分红 打了6到65折 维押安慰奖1.5万 缩水道只剩下1500元 先前洪记也曾缩减 主管与厂商联谊 打高尔夫球的次数 出差还得是总资备主管 才能搭商务舱 科技业准节过冬 竹音就是2016年 景气还看不到明朗 国发会公布 1月景气灯号已经连巴蓝 金融海啸期间 是连久蓝 2月若再是蓝灯 追评记录 将并列史上第三场蓝灯 国际油价大跌 让大家出口的相关的商品 全部都受到影响 第二个就是电子产品 在去年没有亮点 包含苹果的产品 在去年没有卖得特别好 但专家认为 若是油价平稳 加上苹果心机拉货 下半年景气有机会好转 不过国际情势瞬息万变 也难怪大企业谨慎一堆 记者区小配张士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